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顿曲吧 曲风偏音乐剧 偏古典和一些新的流行音乐的pop的一些结合 还有还有一些可以加了一些电子的对电子音乐的有一些因素 有找来源于自身的生活以及一些 一些文学作品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保罗克哀略的 感受颇深 听我的歌 你们会感受到对我对于看书的这个对于圣地雅歌的这个生活经历 其实看到这本书这本书以前人家名叫炼金术 中文改过来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名字特别诗意感 然后看了这个主人公圣地雅歌 跟我自己的这个生活经历非常相似 觉得觉得从中可以得到很多很多自己失去的美好 或者是向往的美好 对 兔子呀 兔子是我的玩伴 对 我发泄的玩伴 没有 开玩笑了 开玩笑了 就是因为我吧 这个要求比较高 然后我们的音乐总监也在崩溃的边缘 对 所以我呢就是把兔子当作我的音乐总监 音乐总监就是一个我那个兔子的一个一个一个模型 就是他每天被我这么折磨着 嗯 影响主义 其实还好吧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让我这个人情绪就很快 生气了就一会儿一会儿就没了 所以还好 然后除非我很难过的时候 可能自己一个人静一静看个电影 然后看个书 所以有些时候你想你想去健身什么的 对 其实很好的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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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麻痹自己的大脑神经 那这个我现在剧本剧本还没有 我们还修改完呢 我们还在进行当中 没时间了 对 两部音乐剧就得要你半年的时间了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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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